东马的沙巴拿渡有一群无国籍人士 他们是巴瑶族以海上为家 世代祖先他们只要一艘船 或者是海上用几块简陋的木板 就成为了他们遮风避雨的地方 平时靠捕鱼或者是售卖鱼货卫生 因为没有国籍居无定所 他们的孩子没有上正规的学校 无法接触现代文明和物质的享受 大海就是他们的游乐园 巴瑶族分为是海上巴瑶 还有陆上巴瑶 陆上巴瑶他们早年就选择 规划陆地善于启示 而海上巴瑶他们终生住在海上 除了非不得已的要去上岸去采买 或者是修船 否则他们绝不上岸 这次受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 他们无法上岸 面对断粮的困境 此籍志工机会提报 立即前往了解并发放 世代以海上为家 就在甘榜班级的巴瑶族平时靠谱于卫生 这次因为受到新冠病毒影响 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他们都不能外出 因为他们其实从他的甘榜出去那边 主要通道都会被有警察在检查 那他们这一群都是没有任何的证券 所以他们都不敢出去 所以他们仅有的剩下的米 他们补鱼来吃 此籍接获提报 由四位斗壶志工和六位拿赌志工组成的团队 立即前往了解规划发放 我们感恩拿赌的神话一菩萨 他们愿意承担 最重点是他们愿意承担 那解释结婚 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发放 你们可以吗 他们就说可以 这样子 那我们就进行这个规划 简陋的几块板或是一艘船 就是他们的遮风避雨的家 因为是无国籍 他们无法获得任何补助 孩子们喜见志工的到来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闻到米饭香 跟以往的发放不同 这次的物资采购后 需经由船只运送 其实那个船真的很窄小 他们连生活的地方都没有 当我们的物资放上去 其实对他们来说 那个船只有很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就因这样子而调 就说这样子的小船 我们就放了30公斤的白米 5公斤的油 尽管发放遇到雨天 却无阻行程 志工搭着船 逐步将物资完全送到他们家 麦大爱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